我們的美鳳企業是一個雲林縣在地的企業 當我們知道雲林縣要舉辦2017年的臺灣燈會的時候 董事長就特別交代我們 一定要盡全力去協助我們縣府來辦好這次的燈會 所以我們就有提供了我們大型的旗艦帳的翼板帳篷 這個帳篷來當作縣府的指揮中心來使用 然後務必要提供縣府的人員在燈會的期間 可以有一個舒適的環境 那也可以盡量在我們這個環境內 然後把這個燈會的事物處理得非常好 好 臺灣燈會已經進入到倒數計時的階段 今天我們京國燈會的機尾中心進行來六星掛用 這個機尾中心是用大型的翼板帳篷來搭建 它是用這個高科技的材質 不管是採光 隔熱 通風 都有非常好的安排 所以它是既符合環保 又符合綠能的一個政策 同時它可以抵抗到13級風以上 所以它的兼顧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它內部的這個功能也相當齊全 除了我們管政府的機尾中心之外 還有交通局 交通部交通局 觀光局的這個機尾中心化設在這裡 我們有貴賓的接待室 有媒體中心 還有這個簡報室等等功能十分的齊全 面積達到2,250平方公尺 我們在這裡特別感謝廠商 就是媒鳳企業公司 它是我們本營館在地的一間首相 它有這麼嚴重的科技 在這裡願意跟我們頂會 這麼嚴重的大人幫我們合作 讓我們的機尾中心 我都建議完成了 表示感謝機尾 我們在這裡再次來邀請 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各位鄉親 大家在頂會期間 二月七七到二月十九日 在北港在我們福北的政府 都有很精采的點唇 要邀請大家做會 來看火燈 來迎山水 同時呢 來跟我們關腳 我們這個農民 我們這裡的農特產品 謝謝各位